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10月23号闭幕 然而会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并没有提到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案的内容 这令外界大感意外 而在此之前 中外传媒都普遍认为 四中全会上将公布周永康案的处理决定 宣布开出他的党籍 不过英国的路透社随后有报道说 周永康案很可能将在10月25号召开的中纪委全会上宣布结果 而对于中共当局高调宣传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会议公告给出的内容 也让各界大失所望 当年六四的参与者原清华大学的学生李恒青在网上发表评论说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全面倒退 他说 原以为中共只是原地踏步 了无心意罢了 没想到中共的四中全会公告全面推翻了过去曾经提到的 将权力关进笼子 共产党也要遵守宪法等道貌岸然的说辞 一改羞羞大大的姿态 直接了当地要求中共要统治一切 那么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呢 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追查国际在10月22号发布了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 报告中说 追查国际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先后对中共原国防部长梁光烈 原政治局常委曾庆红和原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进行了电话调查和取证 在追查国际公布的电话录音中 前中共国防部长梁光烈亲口承认 中共中央军委曾经开会讨论军队关押法轮功学员 以及军队的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宜 并向追查国际的调查员表示 应向中共军方总后勤部了解具体的情况 而中共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则是对调查员强调要通过保密电话 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也强调 需要通过所谓的正常渠道来了解内情 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 已经踏入了第26天 10月23号一批署名香港蜘蛛仔的登山爱好者 在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上挂起了一幅 长28米宽6米写有我要真普选的巨型标语 声援占领行动 这个标语在乐福黄大仙地区都可以观看到 这群登山爱好者在YouTube上发表的名为 狮子山为基层撑取雨伞的视频 呼吁不同市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让运动遍地开花 共同要求香港政府能够认真地回应香港市民的诉求 无畏无惧地向中共争取真普选 好观众朋友接下来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wurde捷舞传的结案还是你却捷舞传的 后一期的愿望影響